除此之外,热电材料由合金组成,相当的坚固,可以做得很小和压电材料一样,有许多灵活的运用空间。 像是什么呢?像是利用体温发电的手表,和利用体温为手机随身听充电的配件。 甚至还有利用人体热能作为电力来源的心率调节器。 能随时地调整病患的心跳频率,不用担心电池的问题。 想要真正地大量应用热电效应来发电,因为效率和成本的关系, 恐怕还真有一段路要走。 但是热电材料,已经用它的另一面,悄悄地走入我们的日常生活中了。 热电材料让温差可以产生电,将同样的道理反过来运用。 当电流通过热电材料时,就会产生温差。 这就是热电效应的逆反应。 利用这个原理,可以为各种东西降温。